繁殖路上怎麼選擇自己的職業了 但他應該是被迫選擇的吧 感謝雪肉圓14個月訂閱 謝謝 我沒有選欸 我那時候要那個啊 滾出國打工啊 你出去柬埔寨嗎 喔現在流行是柬埔寨是不是 那你們以前是去哪裡 沒有我想說那時候就出去玩一下什麼的 然後看要打工度假還是什麼之類 然後但是先開了實況 後來就開實況 我沒有選擇欸 所以你本來是想要去哪裡打工度假 隨便 任何一個地方 真的 還好你沒有去節目 但我們就看不到你了 確實啦 感謝TAY 9個月定月謝啦 歐洲打一戰 哈哈哈 你說你以前 他這個時代會去歐洲打一戰啊 幹 所以已經不是二戰了 變成一戰了 一戰也太早了吧 所以給點尊重啊 早些年是澳洲 我也沒有想去澳洲欸 可能去日本 美國什麼 隨便欸 我沒有預想去哪裡 就是我還在想要幹嘛的時候 然後想說要先耍背一下開個實況 那是誰 帶你來開實況 讓你想到要開實況 亞洲統神 你是看著他的 我是看他的台 但我沒有因為誰或是誰介紹 你就是突然自己就覺得想開開看 對就試看看 然後那時候就開幾次 就是當體驗 我是個喜歡體驗的人 然後體驗完了之後 後來有那個家家屋 那你那時候開台是玩什麼 遊戲嗎 忘記了欸 玩一些那種 打Low也有啊 然後玩那個 那種RPG小遊戲啊 什麼的都有 然後後來就家家屋 對啊 你看統神的時候統神還是技術台 喔那當然喔 那個閃度不用說了吧 那時候還是精英第六嗎 對啊 那時候就是他最強的時候啊 精英第六不用說了吧 啊